面粉 大家好,我是洞瑶 今天我们用面粉来做好吃的 准备400克普通面粉 准备230毫升温水 加入4克酵母粉 再加4克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把白糖和酵母搅置融化 用酵母水来后面,边倒边搅拌 搅成棉曲状 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密封醒发至2倍大 准备半斤猪肉馅 加一点料酒 一勺盐 生抽 再来少许老抽 胡椒粉 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葱姜水后的高汤 少量都置在肉馅里面 充分搅拌均匀 每次都等它吸收完再继续加下一次 加入些食用油锁住水分 最后加入姜末和葱花 把它拌匀 这样子我们的葱花肉馅就完成了 煎好的面团拿出来油炸排气 在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再把面团油炸几分钟排气 油成长条 切分成等分的小剂子 把每个剂子按点沾上面粉 取一个剂子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皮 包上条好的肉馅 再把它包起来 再把它包起来 这样子我们一个包子生胚就完成了 全部包好盖上保鲜膜 继续写发15分钟 包子生胚发酵好 我们再沾一张油纸 沾上石冷布冷水上锅 水烧开开始计时 大火中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再出锅 这样子我们一道大油包子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出来的包子非常的柔软 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